我们大概把那个有关用MathPriLab这个套件 那这相关的东西 我也把它放在第十三 第十二个单元里面 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官网连结 那官网里面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其实它这边有蛮详细的说明 只是说你可能有的时候 要找一些相关的资料的话 可以到这上面来找一下 只是说它这边好像没有中文的版本 至于其他那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你想要画什么样的图 底下都有 这些各式各样的图 像这个套件能够做出来 能不能做什么 其实你都可以把它点进去 假设你将来要画类似的图形的话 那你可以去参考它里面 要怎么下那个参数 怎么去使用它的物件 去把你要做的这个图给变化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它可以做非常多的图形变化 那不过当然一般我们用比较多的话 通常还是用折线图 跟一些长条图 还有就是圆柄图 所以我们上次上课呢 主要先讲到有关那个 怎么画这个折线图 那其实折线图非常简单 只要给它两个串列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你只需要 未来你的资料来源 只要是两个栏位 也许Sale里面就是两栏 A栏跟B栏 那A栏的话呢 也许是什么 某一个什么 某一个时间吧 OK 一个时间轴 然后Y轴也许是什么 也许是一个数值 OK 然后呢 你就可以不断的时间增加 就可以把那个这个数值高高低低给画出来 OK 那最后的话 你可以利用这个 这个物件 帮我产生 画出我要的这个折线图 另外当然你也可以怎么 加上所谓的颜色 线框 线的宽度 跟它的样式 然后还有相关的这个图例 要不要产生图例 其实相关的做法 只是再加上 后面这四个 这个参数设定 结果就出来了 OK 然后图例的话是这个 Legend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要再多画一条线 那你就在这个底下再产生一个 另外一个List2 那一样喂给它 它就帮你另外一条线又画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画图并不困难 而且一般我发现工作上 你要做画出来图 基本上也不是说非常复杂 没有人在 又不是 这个会图客 我们不是 就算我们是要把图画出来 老板也不会说 你要把它弄得非常漂亮亮 他应该主要是第一个要求 你先把图画出来 第二个还会希望说 你花心思在那个图上面 把它弄得非常的漂亮 OK 所以第一个 也许我们怎么把这种 两条线的折线图画出来 另外的话 长条图 那长条图我们也可以把它改 就是 其实改一下 折线图跟长条图最大的差别 基本上就是你的预法里面 把它改成 这个 本来是那个 那个 这个 然后把它改成 后面的话 把线宽改成宽 宽这个宽度 不过如果我说你将来 有两个或多个的话 它也许会有重叠的问题 所以你也许将来 假设你不需要让它重叠的话 你位置可能要调整 那如果说你 不想去特别去调整 那个位置的话 可能有个另外好的方法 就是你必须要 配合一个叫那个 Pandas的 我刚刚讲的 Pandas的那一个 那个套件 它就可以帮你把位置 给调整起了 你不用特别再去 做任何的动作 OK 那圆柄图 我们上次也讲过 那圆柄图其实就是 比较强调是比例 要怎么分配 所以我取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家庭的开施 如果你假设没有小孩的话 其实可以过得很愉快 想要出去玩呢 就出去玩 好 丝毫没有任何 需要特别去看 看每个东西 多少钱多少 但是自从有小孩之后呢 就会开始轻轻计较 到底买这个是划算呢 还是买那个划算 对不对 那你的肩膀上面的 担子也变得很沉重 所以这个当然 如果有这个历程的 应该都知道 OK 不过其实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 我想想 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自己很有压力 然后就更努力一点点 OK 然后看到小孩子慢慢长大 从那个嗷嗷待哟 再到他现在都会跑 会走 OK 然后自己都跑出去了 然后出去也不会特别打电话给我 但也会觉得 就是说会 蛮愉快 因为小孩长大之后 其实你也不用特别去照顾他 但是你会变成说 原来你可以支配的金额也就越来越少 那比如说你假设要把一个家庭的开支 让别人理解的话 其实用圆柄图会是最最恰当的 因为你用长条图 好像怎么看都觉得 看不太出 到底开支有什么变化 可是你当你把那个开支 这个比如说小朋友的开支加进去的话 你会发现 哇不得了 原来一个家庭 咬一个小孩这么贵 尤其是他要去补习的话 如果你要让他念私利的学校的话 OK 然后或者是说他要买个什么东西 当然相对的会挤压到你的其他开支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不就怎么样 要不就节流 就是少花自己 要不就开 你必须要 开圆 开圆的话就是你要多赚一点钱 OK 可是现在这个年代要怎么样多赚一点钱 对 就是要想办法 OK 不过我是觉得 这个总会有上天 总会有那个给你关了一扇窗 相对也会给你开一扇窗 OK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感觉越来 越感觉 肩膀上虽然有重担 可是后来好像经济上好像慢慢也越来越好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这种 因为你也很积极 因为你会想说不能放过任何机会 不会像以前这样 没有没关系 算了 反正 可是小孩子这么小 你要养他 对不对 OK 你有责任的问题 OK 好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把那个什么学生成绩加进来 所以上次呢 我们又把什么 那个我们之前有一个练习题 比如说有七个人的成绩 然后里面有国文英文数学 我希望把它套进来 有没有 到底他们的成绩多寡高低的话 那用不同颜色表示 有没有 那实际上呢 当然这个地方 第一个 我需要怎么样 一样把那个成绩读进来 有没有 那读到哪里呢 读到一个串列里面 并且呢 产生有里面学生姓名嘛 然后国文英文数学 所以有四个栏位 那我就分别把资料放进去之后 然后并且把这个资料 位给这个pilot pilot这个套件 帮我怎么样 把它画出来 那最后结果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这样的成效 那最基本的折线图 那未来如果说你要去修改 也许你就再去修改 其他的这个图表样式就好了 OK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 就是有关那个证照考试题 那401我们 我记得好像我们有讲到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今天 再来看 也许就是402的部分 所以请各位 往下再看 是 这个好像也蛮简单的 市场的成交行情的折线图 那这一题基本上 请各位也是一样 我这个题目档 这个是跟那个证照考试有关的 所以如果未来 你对这张证照有兴趣的话 那也许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准备 反正就是这些题 然后 但是 这个 证照的那个跟前一张的差别 它这个叫什么 网页资料截取分析 所以这个证照将来上面 就是你license上面会有这些名称 会有中文会有英文名称 就对了 OK 然后 这张证照的考试跟前一张最大不一样 就是这张证照的那个考试的方式 在打程式部分 它不是要你全部都自己写 等于是说它有百分之八十的程式会给你 你只需要填控题就好了 OK 那至于要怎么填控 我也特别帮各位已经整理好了 所以这已经是蛮好的武功秘籍 如果你照着做的话 那基本上 它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它到时候会给你一个 比如说我们先来看这个好了 402这一题 将来如果你参加考试 它在这个考场的时候 会提供给你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档案 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有 有没有发现 它这边的话就是 要你把这个有没有 而且我有些部分还刻意 因为就是怕各位不知道又要填控 我把它变成绿色的框框 也就是说你将来考试的话 你就把这绿色框框全部填满 然后可以让它run run完OK看到结果 那你这一题就可以上传 测试看又没有满分 大概如果亮灯绿灯 就表示你这个部分是通过 那这一题就25分就拿到了 对四的一题就25分 对 所以你会发现 到底填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 有吗 OKOK 把这些填上去 基本上就OK了 所以这一张基本上应该不算太困难 我是觉得 根据我考试的 这个 我发现其实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程式不能改写 你只能填空 但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写 哪怕你有自己习惯的写法 你也不能去变动 OK 那有固定 就是一定要这样写 像你会发现 它这边开档 它是用wis 那我习惯用f等于 有没有 其实两种方法都可以 但是 有的人习惯的写法不一样 就会觉得好像 就是怪怪的 反正 不过你就是知道说 这个东西不能变动就OK了 所以呢 402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们待会 就是希望可以把那个 402最后的这个图 把它做出来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我们需要外部有一个402的档案 那这个档案的话 请各位自行把它 把它汇到里面来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OK 这边402 你就找read402这个 并且把它download成csv吧 其实它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时间轴 哪一天 然后呢 它的 这题好像对上一次有讲到 对 然后画出来的话 基本上就长这样 所以402 那我把它直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就 这是402 这是402吗 OK 时间轴 那这个是401 那游标要放这边 再跑一下 因为刚刚是放在401的 OK 底下的话呢 要能够呈现什么 就exo的部分呢 是日期 也就是说要把日期的label放过来 然后yseo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也是一个范围 然后就把它分别 把这些东西放到这边 另外的话 它这边有一个图例 这个图例的话呢 就是一个label label部分的话 最后要用legend把它显示出来 这样才有办法把这个图给画出来 OK 如果说你想要画出像这样的图形的话 请各位先看一下402的题目 然后分别呢 去做我们要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那再来的话 可以 这个这一题其实跟那个401还蛮像的 所以主要如果你们要准备那个考试的话 可能就是要把那个什么 那个填空题 填哪些东西 把它稍微记一下 我记得这个考试也 我是觉得 甚至觉得说呢 比前一张还简单 因为说真的要填的地方没几个 有没有 光算一算 大概也没一个 只是说 难免你可能还是会忘了哪一个部分 所以 尽量还是要记熟 OK 所以这边的话填空题 OK 然后我还特别把它 把它mark 起来 有没有 其实我想应该整理的 算是清楚了 OK 那坊间 有一本对应的书籍 就是题库跟解答 但是他甚至没有做的 我还没有做这么精美 OK 那我是直接整理好了 所以你要不要买那本书呢 如果你要去考了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需不需要买那本书 你可以到书店看一下吧 然后架上也会有这种书籍 理论上可以看一下 答案他这边也他这边我底下也有把那个就是可能需要填的 大概填的几个东西了 包含就是说呢 我们要注入哪一个套签 然后呢 要注入这个CSV 不过这个CSV好像没用到 他却放了 这蛮怪的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 根本没用到啊 我回圈里面 我回圈里面 CISV 我回圈里面 哦 对对对 这边有个reader 对对对对 他有用到 OKOK 嗯 不过这个reader啊 啊 其实如果你不用这个reader啊 其实你可以自己写一个split就好了 有没有 前面我们是用split切嘛 刮壶斗点 跟这边的方法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啊 有没有 他这个 这一行啊 下面这一行 其实基本上就等同我们自己用split切 split 有没有 就是 你split的刮壶里面是放逗点 就是意思我们要按照那个逗点去帮我做切割 Return回来的话也是一个串列 跟这边的写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啊 到底要不要用这个方法 其实我看大概习惯就好了 因为有很多地方啊 他有很多这个模组 跟你之前我们用的方法的结果会是一样的 只是说呢 他用了另外一个模组 比如说CSV 但是CSV如果你不要用CSV这个模组 我们就用什么 用split切 也可以达到一模一样的效果 OK 那就看你习不习惯 如果你习惯你就这样写 如果你不习惯你就写split切 也OK 这边的话也许你可以试着改改看吧 反正这个如果不是只是为了准备考试 你可以把它当成练习题 如果说今天你要画这一个图的话 那我把它全部清空 OK那你请你把这个图呢 全部都把它画出来 要怎么做 OK那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这个 待会我们再把重点再看一下 谢谢大家